现在的路上寂寞走是难免的嘛 有什么新货了 新货 新货 这个鲜吃飘飘的 本类本类的 这个鲜 我发现这个鲜 不可以 这个好漂亮 这个还是有眼光 这个得二是意思 一看就是高品级的 这两个都不错 看到价格了 价格 你看上哪条 我看到哪条 我就是看到那条了 你就是那个价给我得了 我也就是看上了 是淡淡的一个春菜 你是上手 如果上高的话 总是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买这个石头一千多万 你那个价 我那本类都没到 你一千多万 你得扣了多少手 我们本类都没到 你怎么卖 卖不了了 再加一点 加多少 你那个不也没出去吗 那么久了 这个多久了 一个月了吧 11万 11万 搞不定 本类都没到 你给你少加 加1万还不行 不是加1万的问题 我跟你说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 是不是 我友谊这么一点点证 我都放了 跟你那个啰嗦了 你要嫌的话就12 12我就拿着了 今天你看我也在这边逛一逛 没想来撑想来收货 我先逛一下 我先逛一下 那你问一下 问一下 一个月之前我就来看我这个料子 当时他没卖 还有别人要 我以为这个料子让别人给买走了 他现在还在这呢 跟我有缘呢 但是这个料子呢 也是比较仙气 淡淡的紫色 淡淡的一个春彩 种水呢非常好 非常淡雅 好 让他让给你 好 让他让给你 这个真的是没这里 这个手足起货很高的 谢谢 请你吃大餐 起货必转 自己起货必转 哎呀 起货必转 对啊 不但这个手足亏了行 我还是亏了一个袋子行 我告诉你 好 一会儿赚你五分钱 你是真大气 我走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自然光下 比这个灯光下 看起来它更紫一些 而且呢更公韧 越是有品质的货 越是在自然光下更漂亮 其实呢 前一阵子 北京那位车友 他就像找这种 冰子的这种 淡春彩的手足 当时呢 我给他看了一条 他就相中了 就是因为价格没探了 我说你先别着急 越是这么来探 越是这个价格探不下来 我先晾一晾他 这一晾呢 就晾了将近一个月了 我都把他在这儿给忘了 他有给我打电话呢 他说 姐啊 亮的差不多了吧 都一个月了 今天我一去呢 他这个手足还在 那这样呢 价格就 看下来了 就是那比我们理想中的价格了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好了 下次呢 赶紧给他去期货去 手足期货了 来我们看一下 都说圆条 碰种水 但是呢 这个期货以后 这个非常那个水润 而且这种冰纸的感觉出来了 淡淡的一个紫色 但是唯一遗憾呢 就是这个 彩这个淡淡的绿 它没有爆出来 它是隐藏在里面了 整体的期货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正所谓呢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晾它两天 完美的下 每晚8点都有直播哟